马来西亚平均年雨量2500毫米 其实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这一次已经有长达两个月缺乏有效降雨 甚至于高温干燥 让当地的大量棕榈树起火燃烧 已经干涸见底的河道 枯黄的树叶一再显示马来西亚地区的干旱 这次的干旱 北起几大南至新山11个州区 全都是干旱的范围 棕榈果实充满油脂 受不了高温曝晒起火 马来西亚是棕榈油产量第二大的国家 从1月中开始到3月中 天空没下过一滴雨 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更影响一般大众 摊开报纸都是缺水的新闻 打开水龙头也不见珍贵的水滴 因为这场干旱 让许多人开始思考水的重要 第一轮洗了然后才用清水锅 没有办法 要不然就留下来从厕所 一下都没有这样子 以前都不会啦 有水的时候就不至于会这样啦 希望上天早点降下甘霖 志工们特别邀约社区会众 一起祈求 也推广神水招式 不了我们的抽水满 还有一个四季的水滴 可以赞予利用 双手核石 祈求天佑马来西亚 并期盼来场大雨 洗尽一切忧愁 大家新闻 马来西亚报导 何嘉元 石一新 郑文发 马来西亚报导